曼联将先续约8人,四猛将在不续签1月可找下家,曼联看重马进总监本赛季,曼联计划续签8名球员的合同,但他们能否得到更长期的新合同,则还有待通过表现争取, 门将德赫亚,后卫马伦西亚,菲尔琼斯,斯莫林,达米安,中昌安德烈斯佩雷拉,前锋马夏尔和詹姆斯威尔逊,都已经进入合同最后一年,不过还有一年优先续约权,因此,曼联将会在今年内触发这一条款,避免他们名下自由转会,但自动续约,并不代表他们在俱乐部肯定有未来, 去年,曼联也对六名球员启用优先续约权,但其中的布林德和萨姆约翰斯通都被出售,赚到2000万磅左右转会费,卢克肖,阿什利阳,马塔和安德烈埃雷拉,迄今也没有真正续签新合同,如果他们在一月份前没有签下新合同,将有全自由接洽英超以外的俱乐部,其中,3710万磅加盟的马塔, 2900万磅加盟的埃雷拉和2700万磅加盟的卢克肖,都是曼联执行副主席埃德伍德沃德亲自应见的球员,杨教授则是2011年加盟,转会费1650万磅,目前,曼联正在与两名球员谈续约,这是确定的事情,他们是德赫亚和马夏尔, 至于其他几人,他们在曼联的前景依然不明朗,意大利国角达米安今夏本有可能转会,但尤伦图斯,纳布勒斯,国米和罗马等对他有益的一甲球队,都,没能开出曼联满意的报价,赛季首轮,因为无人可用,达米安一度先发,但随着主力付出,过去两轮英超, 意大利国角都没进入比赛名单,牧帅下窗本希望引进新中卫,只是目标人物全都没来,未来他仍可能再买中后卫,因此,明年年满30岁的斯莫林是否还有未来,要画上一个问号,26岁的琼斯表现不俗, 但他效力曼联七年伤病太多,对热刺因伤退场已经是他来到鸿膜七年的第四十字受伤,因此,在2011年以2000万磅身价转会曼联后,390场比赛,他只能参赛169次,22岁的巴西新金国角佩雷拉在季初连续先发,然而过去两场英超也无缘18人大名单,至于威尔逊, 2015年9月获得范加尔给出的四年新合同后,他只为曼联先发一场,出租布莱顿,德比骏和谢飞联同样未能有好的表现,今下他被租借到苏超阿伯丁,迄今也只打了18分钟,目前正因绞金受伤在休养,曼联续约他,可能只是为了出售,今下,曼联出售约翰斯通给西布朗,转会费650万磅,最高可提升到1000万磅。 布林德转会阿贾克斯则是1410万磅,最高能达到1850万,达米安、威尔逊可能也将走上相同的道路,为了更好的进行转会、续约等工作。 三德子目前正着力为曼联寻找队是140年历史上的第一名足球总监,除了罗马的蒙奇等总监名人,另一名国际足坛顶尖足球总监人选也进入了曼联的视野,马静的安德里亚贝尔塔。 伦敦标准晚报披露,贝尔塔因其在马静组队的奇迹成就,吸引了三德子的注意。 贝尔塔2013年加盟马静,签下包括门将阿布拉克、后卫吉梅内斯等号球员,并且成功挽留曼联。 巴萨看重的法国球星格列兹曼,因此在床单军团拥有奇迹缔造者的美称,被誉为足球总监中的冠军。 巴萨看重的法国球星格列兹曼,因此在床单冠军中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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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冠军中,